可以说托卡耶夫总统的汉语水平是最好的 也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元首 他也可以说是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提起本国元首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古普奈极为骄傲 7月3号在北京语言大学校事馆里 他向记者回忆起2023年托卡耶夫访华期间来北语市的场景 2023年10月17号 托卡耶夫率团访问北京语言大学 并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向该校赠送哈萨克斯坦草原思想家阿里法拉比雕像 托卡耶夫曾于1983年至1984年在该校学习汉语 此番参访算是校友回母校 那天北京语言大学的图书馆 前面的大广场 我们手持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国旗 一起欢迎我们的校友回到母校 总统先生在阿里法拉比雕像的接牌仪式结束以后 进入北京语言大学的图书馆 用毛笔亲笔还写下了北京语言大学 托卡耶夫来校访问期间 古普奈有幸与他有过简短交流 并在合影环节被拉到C位 与总统站在一起 在这次交流中 总统也寄托我们这些学习中文和教授中文的工作者 能更好地利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平台 更好地去传播两个国家的文化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舍馆里 对于北京语言大学 我觉得也是因为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也希望这位懂多国语言的哲学家 能启迪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更好的学习语言 为自己国家和中国的友谊 做一个友好的桥梁 北京语言大学还保存着托卡耶夫 当年在华进修时的照片 照片中 青色的他坐在教室后排 听刘世勤老师讲新闻听力课 我们经常会在校园里碰到刘世勤老师 有时候也会一起坐下来 谈谈哈萨克总统的一些故事 听老师说 他年轻时候学习特别好 也非常努力 是当时来的外国学生里面的 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位 除了留学生的身份 古普奈还是哈萨克国立大学 东方系汉学教研士讲师 他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人 开始学习中文 受总统托卡耶夫的影响 还有不少人计划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哈萨克斯坦的高校 大多数都设有中文相关专业 中文也成为了一个 大多数人喜欢学习的一个语言 再加上从去年开始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免签政策 今年的中国哈萨克斯坦旅游年 等等这些外在的一些原因 学习中文的人数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们总统 托卡耶夫曾在2024中国哈萨克斯坦旅游年 开幕式贺信中表示 哈中会为友好邻邦 致志于打造两国关系新的黄金30年 谷普奈表示两国元首频繁互访 给两国民众提供民心相通 认识彼此的机会 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两国元首频繁的见面 然后普通百姓也有机会 民心相通认识彼此 相信这也为未来的黄金30年的发展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